好,我们继续换墨绿色啊,我们这边要记得行数啊,就是这一个颜色织完了,从从这头织到这头,然后从这头再织回来,反变织回来是两行,就是一个颜色织完了是两行,你看我们现在这边是墨绿色的织了一个,灰色的织了一个,墨绿色又织了一个,灰色又织了一个,就是织了八行,一二三四,四个来回,这样数啊,数这个你看,你就要数这个,一二三四,这个就是八行了啊,这个一个颜色就代表两行,就是两行,四行,六行,八行, 然后我们继续换墨绿色的来织,记得又要错开挑针了啊,你看这边的话,又要到这个地方挑了,就是这个地方,这个上一次挑的时候是在这两个这个地方挑的嘛,然后我们现在错开就在这边,然后这边,然后在这边挑,然后我们现在这边挑的话,你看织了一针过来后,这边就可以挑一针了,然后这边就直接织三针,好,再挑一针, 三针,看一下啊,这个,其实你知道后面就是大概熟悉了之后,就懂得这个规律的时候就很好织了,可能刚开始织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织啊,织的时候就把前面讲解的地方仔细再看一遍,然后再慢慢的一步一步的织,不要着急,好,三针,然后到这边再挑一针,最后剩一针,反正这两边的话,始终都是对称的啊,两针,要么这边是一针,这边也是一针,这边是两针,这边也是两针,这边也是两针, 然后到反面了啊,我们又要加针了,你看这边,木绿色刚刚这个地方就织了一针,然后这就挑了,挑了一针就织了一个,然后我们现在还是一样的,把它挑下来,然后把它加一针绕上去,然后这一针还是直接挑下来不织,然后继续正常织后面的,织反针就可以了,好,再挑, 挑一针 挑一针,记得这个地方又要加针了啊,反面一定记得,不要忘记加针 绕上来 我这边教的方法很简单啊,就是在墨绿色换线,正面织过去,反面织回来的时候,记得一定要加针就行了,因为我们正常就是隔,呃,织完,加完一针织,加完一次针回来之后,然后再织三行就要加针,但是我怕里面都会记晕掉,所以我们就直接说了,是在换线的这个,织花心的这个线,织这个小蝴蝶的这个花心的线,然后再反面织回来的时候是要加针 好,我们现在换灰色的 好,第一针织过来,你看这个正常这个地方是不是要织上针了,这个边上两针都要织上针,但是我们现在这边是加的针,没法织上针 所以我们直接就把还是织一针平针啊,边上的是没有关系的,边上是没有关系啊,就边上编户的地方 然后织平针就直接从这个地方下面织过去,织一针平针,然后这边还是织一针平针 因为这个地方始终都是要织平针的啊,调的这一针,这个地方就要织上针了啊,这一针就要织上针了,后面就还是一样的规律 平针 上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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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平针 后面就都是一样的规律了啊 你看这个地方也是要织平针的啊,不能织上针,直接织平针织下去 好,这一针还是织平针 看一下啊,这个就是织好了,然后到反面就直接织回来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全都吃 反正啊 吃回来 你看 这个我们就是加了三烫蒸 汁了三排花了啊 就是这样子的